中央社记者韩婷婷台北五日电金属机壳厂可成今天公布季报,第一季营收及获利毛利与 营业利益创首季新高记录BPS为4.75元,较去年同期的2.71元成长75% 展望第二季,可成表示,包括年级季增都会正成长 可成表示,今年第一季营收,毛利、营业利益都呈现强劲的年成长,创下首季新高记录 可成第一季营收新台币204亿元,较去年同期的145.8亿元成长40%,主要受惠于笔电 与智慧型手机产品成长带动,为首季营收新高记录,也是第一季首次突破200亿元门槛 营业毛利85亿元,较去年同期的71.4亿元成长19.4%,为首季毛利新高记录 可成表示,第一季毛利率41.75%符合公司展望与历史区间,营业利益66.5亿元 较去年同期的53.5亿元年增24.3%,也是首季营业利益新 高记录,营业利益率32.6%,符合预期,汇兑损失27.8亿元,主要是新台币与人民币双双升值导致 税后净利36.6亿元,年增75%,每股盈于EPS4.75元,较去年同期的2.71元,增加2.04元,年增75% 可成第一季资本支出41.6亿元,较去年同期的12.2亿元,增加29.4亿元 可成也同时公布4月营收为新台币66.01亿元,月增1.3%,年增28.5%,创立年 当月营收次高记录,累计前4月营收270.08亿元,年增37%创下同期新高记录 可成表示,第二季营收将会持续成长,相对去年同期及第一季都可成现正成长,全年度维持强劲成长展望不变 编辑,杨梅宁1070505